學生低著頭轉型上課 不過教室內卻出現神秘嘉賓 戴著口罩開心在鏡頭前畢業 有隻貓頭鷹 遠遠站在榮譽榜前的架子上 讓學生又驚又喜 這是一個很棒的企業 因為第一次看到 用年會停在我們這邊 然後後來就是 整個大家都放學 這邊都沒有人 他就自己都可以走 基隆市一所國中 16號早上7點多 學生上學開門進教室 突然發現一隻很可愛的 菱角蕭貓頭鷹 站在電視的架子上 移動也不動 似乎一點都不怕人 連教室同學全都坐滿 也沒有被嚇走 還一起上課 還剛好呼應最近國文的課程 那剛好可以搭配 最近上的一篇課文 叫做梁石丘的鳥 真的我們也覺得 牠毛茸茸很可愛 但真正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還是要讓牠回到自然 這隻菱角蕭 是二級保育類動物 屬於夜行性的中小型貓頭鷹 氣息在1200公尺以下 低海拔的闊葉林中 平常生活環境最接近人類 是台灣唯一 能在都市見到的貓頭鷹 因為我們學校是在比較山區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種類的屬物 所以可能會吸引各種不同的鳥類來學習 那麼生物老師也有趁這個機會 一個機會教育 來解說這個林角蕭他的習性 貓頭鷹緩緩轉動頭部模樣實在可愛 原本偶爾會停留在校園樹叢間 這回突然出現在教室裡休息 也讓全校師生紛紛好奇 趕來觀摩進行一場近距離的生態教育 TVBS新聞劉心腿李盧基隆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